五毒是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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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用很毒的药物治病 你只准许治到60% 你再治下去 它的肝 它的肾 它的什么 就可能被伤到了 你看我们现在用 比如说Digitalist 就是毛帝王 所谓的治疗心律部长 我还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是在民国六十一二年 六十一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们研究所员 请了一位台大的医生来做演讲 就是心脏心律部长 结果呢 他说毛帝王啊 这个东西很毒很毒 最好不要用 最后我就提了个问题 最好不要用 假如遇到心律部长怎么办 他说那还是用吧 讲的最好不要用 后来还是要用吧 那这样的话 那种大毒 那种大毒 他吃到百分之六十 你要多吃一点 人就是这个伤了 那个伤了 或者甚至于是生命了 长毒就是一般的毒呢 知道百分之七十 小毒可以知道百分之八十 假如说我们能够用药物 改成为用食物来治病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例如说你想要增强你的免疫能力 增强你的体质 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你就把桑月拿来炒肉丝 我跟你讲 这小孩就不容易感冒 不容易生病了 那不是更棒吗 除了这以外 还有就是用各种的 什么例如说 抹一抹鼻子 抹液 用吹风气 吹一吹头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了 那不是更棒吗 好 假如说你如果了解这些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觉得我在这里讲的东西是虚无缥缈的 其实中医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 中医是非常讲究实践的 而不是像现在的医学都是在象牙塔里面讲医学 然后再来看 食物药物它们本身呢 都有它的性 就是寒热温良的性 然后呢 都有胃 就是酸苦甘心咸的胃 用它的性 用它的胃 我们就可以治病 同样食物呢 用它的性 用它的胃 就可以调病 就可以养病 就可以让它根本不生病 所以古时候流行这么一句话 它说 春天一时麦 夏一时绿豆 秋一时麻 冬一时薯 就是什么意思 就完全是用食物来调养生命 春天的时候吃麦子 夏天的时候吃绿豆 绿豆就是因为它的性子是比较来的寒凉一点 到了秋天吃麻 麻呢它可以养胃 然后到了这个 到了冬天吃薯 就可以使人发热 所以呢 你在不同的时期吃不同的食物 那么 所以各位看 我们吃 例如年糕啊 麻吉啊 这一类的食物 都是在什么时候吃 在冬天的时候吃 你的夏天吃麻吉 你看看就不太舒服 就是因为它是发热的这种东西 而因此中古时候的仙女们 真的非常了不起的 它就是发展出来了这些食物 也能够调病养病 让人不省病 那么再来呢它的性有所谓的这些发生了 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稻妻孰粮等等等等这些五谷 五谷可以养人 五谷为助 所以我们吃食物的时候也许应该要注意到水果的供应 五处为义 五菜为冲 气味合而扶植 就是刚才讲的性跟味 寒热温凉的性 以及它的五味 就是酸苦 甘心咸的 而扶植呢 以补精益气 所以我们讲说 能够用食物来治病 那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 古人发展治病的方法 有很多很特殊的方式 现在的人 因为冰箱方便了 所以几乎每个人 都有可能患 像宋徽宗得到的这个病 当时的宋徽宗 他可以在夏天吃冰 在本草岗木里头 有特别一个 对于水 冰等等 他有一个特别的名词 叫夏冰 就是夏天的冰 夏天的冰 你想古时候的人 要吃到夏天的冰 非常困难 夏天那么热 那那个冰呢 怎么能够从冬天 把它给留着 到这个夏天 人很能够吃得到 在金庸的小说里面 曾经有讲到过 在夏天还有冰 他是怎么样做的 那我就不多说他了 只讲宋徽宗他吃冰 吃的过度多了 好 夏天的冰吃多了的时候呢 脾胃就会寒 脾胃寒了以后啊 你知道吗 现在的医生 要给你治这些 非常的困难 因为医生大部分都不知道 吃冰的害处是怎么样 而且怎么样用药引子来治这个病 好我们来看看 宋徽宗的时代的国医 也是一样不会治 当时的国医 所有的太医啊 或者御医啊之类的 他也不会治 所以国医不孝 于是只好找民间 找老百姓医生 就像我们这些老百姓医生 大概就被找去了 被找去了以后呢 这个招阳界 阳界找了个医疹 阳界呢 啊这个是脾胃受寒 必须要吃大理中汤 好 结果呢 就给他开了大理中碗 开了大理中碗 皇帝说 嘿 这个药我早就吃过 你这干嘛还开这个药啊 他说不 我跟你讲 这个你是因为去冰所治 那么现在呢 我用冰来做药饮子 来煎这个药 那么是治什么 受病之源 也就是我刚才讲 治病要治其因 治其源 要治这个病的 最根本的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不会去治这个病 于是 看到 用冰来煎这个药呢 结果 福治果育 这个古人 他们治这个病呢 他原来还要用 所谓的药饮 我们以前都说药饮 这是很神奇很玄的事情 其实一点都不玄 就是要看怎么样 运用 所以呢 当时的这个李时珍就说 哎 他是个国际之士 里面就是他很懂怎么样子去 并有药饮 来看 当时有个 古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储慧王 储慧王有一次吃到什么呢 他在吃饭的时候 看到菜上面有一个马王 马王大家都知道 吃下去以后会怎么样 会在身体里头到处伸出马王 因为马王可以安静生殖的这种旋施 可是呢 储慧王他吃了以后不但没事 他以前的病都治好了 为什么他要吃呢 主要的是因为 他做了这个厨房 做了这个菜以后呢 里头还有一个马王 结果这个储慧王他忍死 他看到了这个菜上面有这个马王 假如他讲的话 那个厨子就要处死了 对不对 厨子要处死 为什么呢 莫不作声把他拿着给吃饭 吃掉以后没想到 他竟然的他富有吉儿 而不能食 就算本来他就不能吃东西 结果吃了饭 王以后呢 竟然的他的病好了 王病无欲 那王冲在论行里面就说 炙是一种食血的这种虫子 那他身体里面一定是有血之鸡 所以把这个血鸡给吃好了 那陶宫吉就说 他说这个 这个储王见食寒见日 食之果的去结基 所以以后我们用马王 也可以治很多的里头的机制的毛病 像是中医讲的叫做血匠的毛病 那么再来看 传统的中医也有治牙科的毛病的 那牙科我们现在说 我要把牙匆匆都是怎么样 都是跑去找牙科医生 谢谢大家